集市店内黄金项链 手链戒指耳环闪闪发亮 周二门市公告价 11万0720元 一两持续破10万元 近期黄金价格继续冲高 业者四位树电子告牌 都还来不及换心 多一位树仙黏着应急 许多人喜欢在身上穿金带银 记者身上这条十两重的黄金 去年同期要价75万 今年已经涨到105万 想要当漂白的少年 给口袋可得再挖深一点 谈开近一年黄金走势图 去年十月国际金价还在一字头 今年三月来到每盎司 2179美元 接着一路金金涨 最高价格2673美元 只差一步就能问顶3000美元大关 将近一年的时间金价 已经涨了超过四成 金价越来越贵 如何当个聪明的存金族 可以储蓄像这种金豆 金豆你看有从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一万的金豆 然后呢 接下来如果你比较多一点资金 你可以储蓄像这种十万的金块 或者那个五十万的金条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储蓄起来 就有一笔资金 业者表示金价后市看涨 所以买起还是很旺 不过正逢年底结婚潮 新人金事越来越难入手 如果结婚想要省荷包购买结婚套组 本来会买二两种 现在大多改买一两半 但分析师认为行情到这里 可以停看庭 中东战火持续升温 都让金价水涨船高 各界乐观看待金价明年 可以冲上三千美元大关 不过目前金价呈现高档震荡格局 分析师认为现阶段投资得拨短操作 明星五任于张浩宇台北采访报导